这个男孩叫小雨,因为担亲妈妈失业了,就准备把小雨托付给她的外婆照顾,以方便在城里找工作。 外婆的家在乡下,他们要坐车穿过很多条山路,还要再走很远才能到达。 看见这里破旧的房屋,小雨心中满是嫌弃,就连外婆想摸一下她的头,小雨都不让。 这时,妈妈准备回城里,由于外婆不会说话,只能用手语挽留女儿住一晚再走,可她拒绝了,直接坐上回城里的客车。 外婆十分不舍地看着女儿离开,当她准备牵外孙的手回家时,却被小雨直接甩开了。 外婆不知所措,只能用手在心口画圈,表示对不起,但小雨却不以为然。 回到家,外婆做好了晚饭,只是小雨只吃自己带来的罐头,却不吃外婆做的菜。 当外婆给她夹菜时,小雨就连饭带菜还了回去。 当外婆把自己不舍得吃的糖果递给外孙时,小雨理都没理,吃着巧克力转身就去玩游戏机了。 外婆也很是无奈,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讨好外孙。 第二天,外婆驮着背准备去挑水,小雨则在一旁玩着变形金刚。 她想玩轮滑,只是这里都是山地,滑不了。 她就跑到房间里滑,弄得满屋子土。 外婆就弯着腰打扫,却一点怨言都没有,她只希望外孙不要嫌弃自己就好。 外婆眼睛也花了,她想让外孙帮忙穿线,小雨却很不情愿地穿好,然后直接扔在了地上。 小雨的游戏机没电了,她就问外婆要钱买电池。 外婆就把口袋掏出来给她看,于是小雨就四处翻找,但一分钱也没有找到。 她气愤地把瓷罐踢碎在地,然后把外婆唯一的一双鞋藏了起来,外婆只能光着脚去挑水。 这回,外婆穿不上线,她也不帮忙。 小雨看见外婆头上的银发簪,又动起了歪心思。 她趁外婆睡着的时候,就把她的银发簪偷走了,然后准备去换游戏机的电池。 只是村里的商店并没有和她游戏机一样的电池。 于是,小雨又去了一家大商店。 老板看她拿大人的东西换电池,就教训了她一下,小雨匆匆地就逃跑了。 她不知道走了多远,最后她迷路了。 她走在山路上,一边走一边哭,幸好遇见了一位好心的爷爷,这才把她送回了家。 到了门口,小雨看见外婆正在等她,她心里顿时感觉到了愧疚。 当她看见外婆头上的发簪换成了一把旧扫子时,她默默地低下了头。 外婆知道小雨不想吃自己做的菜,于是就用手语问她想吃什么。 小雨说想吃肯德基,但外婆从来都没有见过,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。 于是小雨拿出了一张宣传画,和外婆描述着肯德基,但外婆以为她要吃鸡肉,就带着草药去及时上卖钱,好给小雨买鸡肉吃。 就这样,外婆冒着雨走在山路上,给小雨买回来了一只活鸡。 到家时,她没有先换衣服,而是先给外孙盖好了被子,然后就去厨房炖鸡。 当外婆把鸡腿递给小雨时,小雨直接就急了,还把饭碗打翻在地。 到了半夜,小雨就被饿醒了,然后狼吞虎咽地吃掉了鸡腿。 第二天,外婆因为淋雨就发烧了。 小雨也是第一次关心外婆,她把自己的被子给外婆盖上, 然后给外婆头上放了一块毛巾,又把银簪子还给了外婆。 紧接着,又去给外婆准备早饭。 现在的小雨还会帮外婆推着蔬菜去集市上卖。 外婆看见外孙的鞋旧了,卖菜的钱就给她买了一双新鞋, 还带小雨去吃她喜欢的炸酱面。 只是,外婆就点了一碗,因为她不舍得吃,自己只喝了一杯水充饥。 结账时,小雨看见外婆的前遗所剩无几, 在路过商店时,她没好意思再要游戏机电池。 外婆问她还想吃什么,小雨就吃了只巧克力派。 外婆怕再次记错,就捡起了包装袋去了商店。 这里的老板是外婆的老朋友,不仅不要钱还多给了几个。 外婆感觉过意不去,就把草药给了老朋友, 然后把小雨送上了车,而为了省钱,自己却准备走着回去。 小雨到了村口,就坐在那儿等着外婆, 但等了很久都不见外婆的身影。 直到太阳快落山了,外婆才走了回来。 小雨问外婆怎么才回来,外婆却用手在行口花圈表示对不起。 小雨接过了外婆的包,把最后一块巧克力派偷偷地放进外婆的包里。 不知不觉中,她和外婆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了。 小雨也能明白外婆的不义。 她的头发长了,就让外婆帮她剪头发。 外婆还把她的游戏机包好,里面还放上了买电池的钱。 这一下,小雨终于感受到外婆对她是多么的好。 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 外婆看见流泪的外孙,亲里也十分心疼,于是帮小雨擦拌眼泪。 这回,小雨却没有嫌弃外婆。 外婆把小雨妈妈的心递给了她,原来妈妈已经安顿好了, 马上就要来接她回城里了。 可现在,她担心外婆没有人照顾,如果生病了,该怎么办? 于是,她就教外婆识字和写字。 可是外婆怎么也学不回。 小雨就哭着说,如果生病了,就寄给她一张白纸, 她就会马上赶回来。 外婆也感动地擦拭着泪水。 小雨连夜穿好了很多根针线,全部都摆放好。 然后,又把收信地址做成了明信片,上面画着各种图案,方便外婆能看懂。 这回,小雨真正开始懂事了。 第二天,妈妈就来接小雨了。 他们上了客车,外婆就在车外敲着车窗。 她不舍得外孙离开,而小雨也舍不得外婆。 她低着头,不敢看外婆,她怕忍不住泪水,让外婆担心。 直到客车启动的那一刻,小雨跑到了后车窗。 她用手在行口画圈,表示对外婆的歉意,应该早点对外婆好的。 因为这一别,不知何时,才能再相见。 外婆弯着腰,拄着拐棍,一步一步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 她的背影,却是那么地孤独。 其实,不是亲情越来越薄,也不是生活越来越淡, 而是我们一直漠视,在自己身旁辛苦付出的人。 也许,对方并不期待回馈或者是暴打。 但,这并不表示受惠的人,就可以因此而忽略对方的付出。 在人生的旅途上,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记忆。 爱是无私,爱是奉险,爱是我们幸福的港湾。 因为有爱,我们才会幸福。 感恩家人无私的奉献与关爱,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,每一秒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。 我们下期,不见不散。